从诞生之初 MacBook L 吸引人们的 从来不是它的性能有多强 接口有多少 而是L 可以说 L是这台MacBook的定位 也是灵魂所在 只不过 用Intel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又热又卡 用M1的时候 又会觉得还少了点什么 所以当搭载M2芯片的 全新MacBook L发布的时候 Arm芯片下的MacBook L 由内到外 全都是新的 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刘海 别看轻 别轻看 这句写在官网的介绍 涵盖了L最吸引人的地方 有了更轻薄的设计 但性能和续航依旧强劲 插一句啊 我觉得这个文案 是苹果最近用的最好的一个 没有说其他就不好的意思 轻薄是我拿起它的第一印象 不像厚重的Pro L就是奶奶随手拿起来 不限场景的MacBook 这主要归功于全新的设计 和Pro系列一样 MacBook L这次也被拍扁了 仅有1.13厘米厚 体积比前代减少了20% 前代有些型设计 看上去很薄 而新L是哪都薄 和Pro不一样的是 因为没有风扇开口 L底部和侧面 在单手握持的时候 异常舒适 轻松拿起 那它和我11寸iPad Pro 将妙控键盘的组合对比的话 虽然L会重一点 但厚度和手感上完胜了iPad 如果你仔细观察 机身每一个面的话 会发现除了键盘 触控板接口 苹果logo 没有任何多余的设计 没有刻字 没有外露的扬声器 浑然一体 沉浸其中 除了这个刘海 虽然使用中确实不咋会注意到 但是苹果你答应我 下次要么加个Face ID 要么就把刘海给我去掉好吗 我真的求求了 用上了新设计 MagSafe也如期而至 颜色和机身匹配 强迫真是舒适了 更重要的是解放出了一个C口 怎么说 让L的外接拓展性能当场翻倍 不过 M2新品牌的MacBook 依旧是只能外接一个显示器的 这里要注意一下 新的午夜色在光线充足 尤其是日光的照射下 会呈现出一种深邃的蓝 稍微再测试一点点 也会呈现出深黑色的感觉 与键盘融为一体 优雅 但要注意 对于跟我一样的汉手来说 午夜色很沾指纹 而且接口处用久了 掉漆的痕迹也会比浅色Mag 看上去明显一些 比较介意的朋友 可以去看一看新光色 也很不错 我个人不太介意 所以说 午夜色 永远的神 值得一提的是 不仅外壳采用了百分百再生铝 机身里头也头一回加入了再生钢材料 和那什么相比 这个才是真的环保 那说到这儿 或者是讲到M芯片和L 很多人会想起2015年的另外一款产品 那也就是MacBook 它以轻薄到不能再轻薄 超前到不能再超前的设计 和拉胯的性能 存在于无数的裹粉心中 大家都在想 什么时候把新的芯片 算在这个小的机身里边 而当我把这两台机器摆在一块的时候 我就顿悟了 这玩意就是L和MacBook的杂交产物 厚度比MacBook还薄 同时扬声器也在转轴旁边 当然了 M芯片可比当年的酷睿M好多了 所以 MacBook大小的新MacBook还会有吗 我觉得可能够呛了 因为新的L已经足够L了 打开屏幕聊一聊 领应体验 参数上亮度提升到500D特 支持10亿色彩 四扬声器藏到了转轴旁 也支持空间音频 那么从我个人的体验上 在90%的日常情况下 这块屏幕跟我用了大半年的 新款MacBook Pro相比 没有什么区别 色彩亮度都很赞 而只不过LCD不像minilab 在看剧的时候 刘海两边是隐约的灰 不是纯粹的黑 但就跟刘海本身一样 在使用过程中 就会慢慢的忽略它 扬声器的体验 说实话 对这么一台小机器来说 已经很不错了 特别是在空间音频加入之后 不论是听歌还是看剧 沉浸感 就都是拿捏到位了 当然了在低频方面只能说有了 能用 终于来聊聊我对新MacBook L最不期待的部分 性能 不过在真正聊到之前来讲一讲我认为的MacBook L定位 无风扇 程序航 M2芯片 轻薄设计 这是一台能够让你日常使用感到舒适流畅的设备 同时在偶尔需要的时候推一推极限性能 我手上的是8加5RGB 8CPU10GPU的顶配版本 跟M1相比CPU多核性能提高18% GPU提升了35% 在我的使用场景下 也就是看网页 视频写稿 剪篇修图 偶尔用下Xcode 我个人的使用习惯是把用得到的APP都开在后台常驻 然后分在多个桌面 Air完成的都算不错 在日常文字编辑 看视频的情况下 主要是能效核心工作 同时没有内存的Swap 功耗最高不超过2W 打开Lightroom修图Swap会来到3G左右 功耗也会在3W到最高的20W时间波动 平均大概在7-9W 但依旧流畅 几乎是不热的 那现在我们再上一点强度 看一看我擅长的事情 剪视频 首先是轻度剪辑 主要只是开启Final Cut Pro 其余几个日常APP和几个网页的情况下 机身是微热 然后内存Swap在6G左右 CPU负载是顶满了 整体不怎么看 如果再持续剪辑多个轨道 热量会上升 不适合放在腿上 使用倒是没有问题 然后是魔鬼情况 同时摄载iCloud的文件渲染4K视频 且压缩Xcode 很热 内存压力大 Swap在8G左右 整体以略卡 剪辑横卡 不过这属于极端的极端 很少会遇到 当然了 我相信你买L也不是用来干这个的 在MP面发展两年后的今天 我们日常使用的绝大部分软件 基本都是配Apple Silicon 即使没有原生 大部分也能够再转移一下运行 如果各位有更专业的软件需求 可以去这里看一看适配情况 我有很多同学 也是在M1系列芯片推出之后 换到MacBook阵营的 更平日常的买了M1 需要性能的买了M1 Pro 需要检视频的 比如说我买了M1 Max 此外 如果你同时使用其他苹果设备的话 数据在设备之间的流转也变得顺畅 剪切板是互通的 刚打开的App可以在另一台设备上接力 桌面也被iCloud同步好 iPad和Mac还能够通用控制 那正是因为使用了ARM架构 Mac现在也能够使用一些 iOS的App与其他设备配合 比如说GoodNotes Notability 闪卡 或者是Apple自家的Keynote 都很适合学生日常的学习 不论是做笔记 写文稿 还是做幻灯片 能够沉浸在任务当中 再对一部分人来说 Mac上面没有他们需要的软件生态 但劣势 而对另一部分人 能够使用Apple Silicon 反而让Mac的优势更大 生态的力量 最后聊一下购买建议 相信大家尤其是学生朋友 看到这么多Mac的型号和选配 头都很大 我们来挨个说一说 先是256G硬盘的降速问题 对于日常使用的影响 肯定没有那么大 但是如果你要上一些吃性能 或者内存的工作 内存Swap的速度 必定会受到影响 当然得确定 你到底会不会有这方面的需求 除去降速的问题 256G是不是真的够你用2-3年 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所以我个人最推荐的配置 也就是我使用的这一台 8加512 容量够用 日常剪辑也能够带的动 至于GPU配置 就和各位的图形类工作需求 而如果你日常同时习惯挂着多个项目 Kino的视频 或者说代码 我个人强烈建议上到16GB的内存 体验上会好很多 减少Swap 更快的响应 那也有很多朋友会揪接于M1和M2的L 简单的说 M1是装了新芯片的老电脑 而M2就是一台新电脑 光轮性价比 即使是学生优惠的原价M1L 也比M2高出很多 所以如果你日常使用不需要很高的性能 反而注重便携续航 还有最重要的价格 依然在售的DPEP版本M1 MacBook L 应该是更好的选择 而且它的256G硬盘也没有降速 对吧 那等于全线M MacBook产品的选购 下期 下期我们详细聊 别忘了先关注我的频道 总结一下 全新的M2芯片MacBook L 从里刀歪的升级都符合预期 和Pro一样的设计语言 一样的刘海 但保有了L的轻薄 M2芯片的性能也属于正常的Apple Silicon迭代了 价格也提高了 低配都要9500 加上硬盘就要11000了 有的时候选择设备不只是性能 还有轻薄机身 无风扇 新设计带来的体验 各位就在性价比 轻薄 性能之间选择适合自己的MacBook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绝对你有帮助的话 别忘了点赞 投币 分享 还有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小泽 那我们下期见了